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主内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一起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前面第十九章的内容 主要讲述了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事件 记录了他们出入埃及的这样的历史的事件 后面从二十章开始主要讲了 上帝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神 以及建造会墓的规则 我们通过这个结构也可以知道 上帝救赎百姓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到敬拜神的状态当中 同样的道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救赎 我们生命的存在 我们生命的意义也在于敬拜神 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清晨的时间当中 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 拿出来敬拜神 聆听主的话语 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揣记记二十章 十八到二十六节 众百姓见雷轰 闪电 搅声 山上冒烟 就都发战远远的战力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哀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 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 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煮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线为凡计和平安计 凡计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以你在上头移动家具 就把坛误会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今天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六节 我们首先来看十八到二十一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 脚身山上冒烟 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哀尽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经文的叙述 或者是这段圣经经文的描述 我们看到西乃山上充满了雷轰 闪电 脚身 山上冒烟 这样的一种自然现象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自然也会产生惧怕 产生恐惧 何况当时的古代的以色列百姓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时间段当中 科技并不是很发达 他们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自然也会产生惧怕 因此百姓们不敢接近西乃山 其次我们通过这段描述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上帝在西乃山 跟百姓立约的一个场景 西乃山被雷轰闪电烟雾所环绕 百姓们不能够接近西乃山 当然前面也有经文介绍到 百姓不能够去触摸西乃山 当他们去触摸西乃山的时候 也意味着他们会死亡 上帝不是在明显的 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显现 上帝在幽暗之中 幽暗的这样的描述 并不是说上帝不愿意 让百姓们看见 不愿意让百姓们亲近他 这是一种描述继续的一种手法 强调出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区别 神在幽暗之中 当然我们通过这段描述 这个场景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 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摩西五经当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换句话说就是曾经在其他的文本当中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描述 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 亚当夏娃堕落之后 在伊甸园的周围 有发火焰的箭 以及基路伯把守了这个伊甸园的道路 使得堕落之后的人类不能够随便接近伊甸园 同样的道理在会幕当中也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至圣所当中有相谈 加上了这个烟雾 这个烟好像阻隔了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距离 同样至圣所和圣所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除了祭司和大祭司之外 普通的百姓是不能够接近的 这样的一种结构 这样的一种描述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天在西乃山旷野当中 百姓和上帝立约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实际上在意味着 因为人的罪 我们不能够随便接近上帝 罪阻碍了我们接近神的道路 但上帝迫于与我们立约 上帝迫于想让我们恢复曾经的关系 因此神和我们立约 但是人毕竟是人 人不能够成为上帝 人不是等同于神 我们仍然跟上帝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与上帝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我们必须要保持敬畏 保持洁净的状态 我们才能够接近上帝 古代以色列百姓正是需要这样 耶稣带来的福音 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到至圣所 但我们接近神的时候 仍然需要保持着悔改的心 敬畏的心 因此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去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去思考我们自己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我们的悔改 忘记了我们悔改的祷告 失去了我们对上帝保持着这样敬畏的心 神是圣洁的神 圣洁是上帝专有的属性 我们只能够保持敬畏之心 保持悔改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被称为圣洁的子民 因此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反思我们自己 让我们时刻对神保持敬畏 让我们也时刻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24到26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你要为我筑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献为房祭和平安祭 房祭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做一座石坛 不可用灼成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记录了 关于为上帝住坛的这样的一个条规 这样的一种律例 以至于以色列百姓 他们住的这个坛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土坛 在这里神说 如果你要为我住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献为房祭和平安祭 房祭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土坛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坛用于献 房祭和平安祭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献祭 和古代静东社会当中的献祭 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和不一样的精神 这里特别提到了房祭和平安祭 在六位纪里面记录了 房祭和平安祭的献祭的律法 房祭是需要把所有的牛和羊 都全部烧掉 烧掉之后归耶华为圣 全部烧掉意味着全然的奉献 而且房祭的祭物是牛羊一直到鸽子都可以 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因此房祭的献祭的意义是一个对神的敬拜 对神的敬拜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主 穷人也可以 穷人他们献不起牛羊的时候可以献鸽子 但是平安祭却不一样 平安祭只能献牛羊 平安祭的献祭的意义代表的是一种分享 代表的是一种爱言 是富人们献这样祭物的时候 穷人们也可以因着这祭物得着这样的祝福 平安祭要分享出去很多东西是大家一起来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安祭和凡祭都有这样的献祭的意义 而这样献祭的意义在古代静东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一种有别于古代静东宗教文化的一种区别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石坛 在石坛这里说 不可用佐尘的石头因你在山头移动家具 就把坛污秽了 同样的道理 在古代迦南地的这些祭坛当中 石坛当中 他们常常会有这些雕刻的东西 常常会做的 把这个祭坛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高尚大 这样的一种 一种视觉上的一种享受 但是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雕刻 这有别于迦南宗教的祭坛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并不在乎这个祭坛的华丽 并不在乎这个祭坛的外在的形式 我们通过整个旧约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在乎的是献祭者的动机和献祭者的内心 他并不在乎我们所献祭的东西 在创世纪当中 该隐和亚伯的献祭我们就可以看到 祭物并不标志着上帝对该隐或亚伯的喜悦 而是他们献祭的动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坛和这个石坛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拥有着一种分别为圣的心意 他们必须要区别于迦南宗教 其实我们也看到不可用台节 迦南的祭坛都有台节 但是以色列的祭坛却没有台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洁具有一种反文化 反宗教的意义 以色列百姓是分别为圣的民族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也是分别为圣的子民 成为圣洁的子民 旧徒应该活出圣洁的生活 需要具有出于女而不然的精神 在雅各书四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要想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应该与这个世界区别开来 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金钱观等等 未必是我们应该去遵照的 因此在约翰义书二章十五节这里也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也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让我们常常专注于神的话语 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标准 建造我们自己的信仰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善地 要感谢主 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话语 能够看到以色列百姓是分别为圣的子民 他们所做的祭坛 他们所献的祭物 他们所献的这样的祭祀 都与古代迦南宗教有所区别 我们知道圣洁的概念 也是一种反文化反宗教的意义 主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难免会以世俗为由 我们难免会去爱这个世界 求主让我们借着每天的QT 借着主你的话语来谨请我们自己 让我们单单仰望神 让我们专注于主你的话语 用你主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人生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üzik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